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6月24日 今天有一条爆炸性消息 也就是那亿万富豪啊 国美电器的大老板 黄光玉获得了假释出狱 这个消息是6月24号晚间的 据说是国美官方公司透露的 也就获得了假释啊 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那么我们知道黄光玉啊 他这个2008年11月28日23号 被北京警方拘捕了 10年8月30号 法院宣判黄光玉 因为呢非法经营罪 内部交易罪和单位行贿罪 判14年 判得非常重啊 刑期呢按照规定 应该是08年11月17号到2022年 10月16日时 据说是黄光玉在里面表现良好 已经获得两次减刑的这个机会啊 一次是2012年6月18号 北京是一中月 做出了2012一中减字 第62608号 减了10个月 第二次呢是16年 又减了11个月 那么现在又获得假释了 所以问题就来了 你为什么不给别人讲事 治给黄光玉呢 这里有什么奥秘 我想这才是关键问题 恐怕国内很多的律师 很多的官员都知道这个内幕 只是他们不敢讲了 那本人处于一种特殊的环境 所以说就没有这个顾问 今天再谈谈 黄光玉这个案件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很多人呢都并不知道 这里的内幕都非常深 那么根据网上的资料 黄光玉呢 在中国这个生意厂上 曾经是叱咤风云的 那么他的头衔 大家都知道了 这位1969年出生的 这个民营企业家 他是广东这个朝阳出生 那么他后来在入狱之前 他是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 前董事局主席 也是中国著名的一个资本的 这个大鳄了 现在回想 03年他被列入了福布斯 中国内地的排行榜 排名第27 05年呢 他这个财富往前走了一走了 被中国 胡润百富 杂子列为中国首富了 人都是这样 人怕出名出法座 特别是在中共这一党执政 这个社会当中 如果你太有钱了 太出头 引起了关注 引起了嫉妒 那就有可能成为什么呢 成为 把子 所以说 黄光瑜也是一个 中国这个 富起来的阶层当中 倒下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这里的情况都非常的复杂 他这个早年呢 据说他这个祖上 富辈来讲 就有一种天分 就喜欢做生意 根据媒体报道说 他是祖上曾是泰国著名的 这个 桥商善长 实际就是 这个 桥林嘛 可能当时也是有钱 做了很多善事吧 就叫善长 那么但是呢 在土改当中 文化大革命当中 他们家族受到了 这个政治迫害 这就埋下了一个祸根 共产党只要存在的话 都是这样 每过一段时间啊 就要杀富 就要抢钱 就要搞街道人啊 那么也就是说 黄光瑜心里明白 实际上 知道共产党 这个 他过去啊 对他富辈这种 这种这个迫害啊 但是黄光瑜呢 后来呢 在他自己这个 这个童年少年成长 那个时候 家境是很贫困 所以说他还想再发家致富 凭着聪明才智能力啊 据说是由于家里 雄伟四个人 人比较多 齐心合理啊 做点生意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据说是在北京 这个 一个地方呢 摆上了这个地坛啊 网上披露这个消息 不知道对不对 北京市前门 珠寺口 东大街 420号 说搞了那么一个 古文北的小门面 100平方米 这个就是相当于 这个李克强 前不久 这个到山东四察讲的 地坛经济 那现在回归到地坛经济 就有点可怜了 但当年都是哪样啊 像这个黄光瑜的小地坛 已经是算是门面了 那也是了不得了 说兄妹做什么生意呢 刚开始卖服装 卖来卖去有点小钱啊 看到当时的进口电器还挣钱 就开始搞电器啊 那87年说是 这国米电器就正式挂牌了 说是这个黄光瑜很善于宣传做广告 他怎么做呢 机会省钱 又会找到消息 就在北京那个 这个晚报啊 有个中缝 你要如果做其他版面 整版的半个版 四分之一版 那很很费钱啊 所以黄光瑜很会算解 用这个报纸的中缝 中间那个缝 比较便宜啊 尝尝了一条大广告 说是当时这个举动在当时是首创先河 我记得那时候北京晚报 我曾经 这个很早 早年的时候啊 这个曾经认识一个记者叫李光 是我们大连人 我曾经到那里去 见过他 那北京晚报发信量非常大呀 看来人家这是洛阳之贵 能打一个中缝 对自己的知名度产品是很大的退休啊 这种宣传啊 那后来他就在八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 就算干了十年任国美电器总经理啊 那么后来呢 这个黄光瑜这个人了不得啊 他不满足于就是赚钱 还要什么呢 有文化 所以说他88年呢 7月到92年 7月 在中国人民大学啊 这个学习啊 一分校学习 他是很认真的学 你看这个世界 8892啊 这真是学习这个期间 补上了自己这个 原先文化不足这个短处啊 这个看来这个 受的教育还是比较完整啊 所以97年之后 他再次出来这个 做生意的话就不一样了 眼界打开了 就创办了什么呢 这个彭润投资有限公司 到总是总裁啊 那后来 你想黄光瑜这个很有眼光啊 就是参与了这个股票市场了 03年黄光瑜 这个以仅仅 5800万港币的成本 控制了一支原名叫 金华自动化 叫香港的股票啊 你想后来就改名了 中国彭润啊 你想这一 可以这样讲 一起一步登天了啊 那么04年黄光瑜的市值 有两亿啊 这个掏出88个亿来收购 这个全资拥有的 这个国美电器 65%的这个股权啊 看来他很会运作啊 那么后来这个黄光瑜 在2004年的9月底 这个配售三亿股 那么呢 国美电器融资成功高达 12亿港币的现金 08年10月6号啊 黄光瑜就是这个 已经成了资本这个大额了 430亿人民币资产 第三位定 这个第三位 第三次啊 位居忽润排行榜 成为中国首富 这个枪打出头鸟 你成为首富了 这个事就来了 说黄光瑜呢 这个网上介绍黄光瑜 控制下的企业 国美系的不少啊 除了这个润鹏投资集团 还有明天地产 鹏润地产 国产 国美地产 宗关村 科技 等等等等啊 因为他的家族人很多啊 他这个据说是妹妹 这个很厉害 黄秀红啊 还有太太 这都了不得啊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 黄光瑜这个盘行入狱 十多年能够企业 冷安 这个生存呢 而且干得不错 我估计和这个团队有关系 一个是会用人啊 用了很多这些职业高管 这个另外还是 这个家族的核心成员啊 这个没有出事啊 只是太太 短暂的被抓了一段时间 后来当庭 判了缓刑释放了 这个也是给他留了一个 这个 就回血的余地啊 那么呢 这个据说 网上消息啊 说是黄光瑜呢 这个认识的一些朋友啊 不太 这个比较负面啊 也就是说呢 参与了 曾参与了这些 这个赌博的这些 这些活动啊 据说在这个澳门啊 等等 曾经这个欠下这个赌金等等啊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不太清楚啊 网上披露说是 这个黄光瑜呢 是因为认识了这个香港立法 这个会议的议员 某某某某 然后通过他又认识了公海的赌王啊 某某人 从此后就泄入这个澳门赌博当中了啊 认识了这个不太好的朋友啊 最后 误入歧途了 说是 这个 受他的牵连呢 曾经有两个人啊 因为赌博这个事情 洗钱这个事情 被中共警方逮捕了啊 抓捕了 那么08年10月17日啊 这个 黄光瑜 就因为这个 涉嫌犯罪被抓了 那么呢 当时 网络的消息讲呢 就说他涉及到 这个 商务部啊 有个官员呢 叫郭敬毅 说是他涉及到的 刑贿 这个 郭敬毅这个案件啊 那郭敬毅呢 是中共这个 当时商务部的一个 一个官员啊 也是当时也是 这个手里比较有权的啊 也就是在那个 薄熙来担任商务部部长的时候 这郭敬毅 其中是一个 这个受到重用的啊 这么一个官员啊 那么这些问题就来了 那么 抓捕这个 这个黄光瑜呢 网上传说很多啊 根据网络的消息 说是 这个2010年4月20号 北京二重院 一审审理黄光瑜这个案子 那么起诉他的啊 这个检察官 是十大接触检察官的 那么 给他辩护的 那么是谁呢 是这个 中国这个 行变当时非常有名的 田文昌啊 这田文昌我还是 这个 耳熟能详啊 这个据我的家人跟我讲 我那案子刚发生的时候 家人曾经到北京去 这个拜访 田文昌啊 希望他能给 做别活啊 但是由于种种理由啊 人家没有参与这件事 这件事 这件事也会可以再说 也就是说呢 这个田文昌实际上 他自己把这个 律师只是当成一个工作 当成生理 在我的印象当中 他不太敢于做这些敏感的 涉及到人权的律师 这从分反映了中国这个 律师级的现状 很多人都希望平平安安啊 过着富裕的生活 不敢惹事啊 何况谁敢得罪 当时的薄熙来啊 对不对 但是有人敢得罪 就是什么 当时这个中共的领导人 胡锦涛文家宝 那时候肯定就开始琢磨 这个薄熙来的问题啊 薄熙来嘟嘟逼着呢 在商务部 当时也是政治信心啊 那后来到了 这个 这个下到这个 重庆啊 担任地方大员了 但是商务部这个期间 他纵用了一批下级官员 这些官员 由于政治体制的决定 决定的啊 这个局限型啊 难免也有腐败问题 所以郭敬毅最后被判刑 这个金额都是900多万 也是一个腐败分子 这个毫无疑问 但是带有内斗的色彩啊 这一点也毋庸置疑啊 那么 为什么当年要整这个 黄光瑜啊 我个人认为 涉及到权力斗争 因为忽温那个时代 那肯定啊 肯定是想整这个 红二代 找出一个 这个政敌 要为目标 因为什么你如果 这个 对这个国经义的案件 继续审查下去 就有可能涉及到 薄熙来的问题 所以他肯定是要 这个要打开一个缺口 所以说 这个 黄光瑜这个案件呢 同其他的中国民营企业案件一样 都带有内斗的色彩 如果不是这个背景的话 如果是现在 红二代 当权 那很可能就是 没有人敢 感动着 混沫 正好那个时候的情况不等 共情团败 如日 中天 特别是胡锦涛和文家宝 连什么 那也是 当时也是操控着 攻坚法司 这是政治体制决定的 党管司法 胡锦涛一句话 那肯定 政法委 要 要给力 这是我个人的猜测 没有什么 这个第一手的材料 那么 指控这个黄光瑜 这里边这个 所谓 刚才讲到这个 所谓全国十大接触 检察官 也就是因为这个叫 吴存妹的 他也是听命于上纪 中国这个司法是不独立的 越是这种 所谓有名的 官方评出来的 这个十大接触的检察官 越是什么呢 这个 讲党性 讲政治 不会讲正确 所以说 没什么讨论的必要 即使是 这个 其他人起诉也是一样 都是为了完成任务 那么同样的 你即使是 你再有名的律师 你便也没有用 该判是一样判的 所以说 2010年5月18号 这个第二总监民法院 对这个黄光瑜 一案作出的一审判决了 三个罪 非法经营 内部交易 单位行贿 三罪并法 执行14年 这也不少 罚了是多少 6个亿 没收了财产2个亿 好在那个时候 胡温做事还有底线 没全部给你没收 没给你打成这个黑社会老大 你就不错了 那么 这个 二审呢 当然也是一样的 就黄光瑜 这个虽然是上诉了 但最后 也是 这个 难逃这个 这个 铁窗生涯的生活 好在什么 这个 他的太太叫杜鹃 说是也被刷了 但是 这个当庭释放了 法院判的是 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 那手下还是留情 这总比有一些 这个 总共的高官 做事是 没有底线 一直做到死 做到这个底 比这还是有点 有点区别 只是把这个黄光瑜 关到大牢里 这个了事啊 那 把他关到大牢的目的 就是在他这个圈子里 挖出什么 这个和这个 其他高官 有联系的人 这才是关键 所以这个黄光瑜 这个案子呢 本人认为啊 你也不能说是冤假错案 肯定 他在这个经商工程当中 不可能没有原罪 如果没有原罪 没有毛病 没有权钱交易 怎么可能 发家支付 中国的政治体制 就决定了 官员手里的权力太大了 你办任何事情 都要求官员啊 特别像他这样 很可能你当年 摆地摊的时候 仅仅就是给工商 税务 城管 一个人的好处 然后换取方便 后来你这个企业 要包装上市 借车上市啊 还要成为资本 大恶 并且在香港上市 这里涉及到部门多着呢 肯定要走这个 一些程序啊 走这个高官 这条通道啊 那但是你求官 高官办事不拿钱 什么人能给你利益啊 这一点根本都不用怀疑啊 所以说他这个案子 既带有内度的色彩 又是什么 又带有 就是中共民营企业家 原罪的这个问题啊 还有一个问题 更为重要 就是什么呢 中共总是这样 不断地培养一些民营企业家啊 像养肥猪的一样 养到一定程度啊 就开始宰杀了 肯定要宰杀那些领头养 最富有的 你像习近平这个时代 宰杀就是 肖建华和这个吴小慧啊 还有这个叶简明啊 多着呢 那么在胡温那个年代呢 宰杀就是这个 叫黄光瑜了 还有这个杨斌 过去我讲过的啊 杨斌是 这个和北韩的领导人啊 这个金正日关系过一名企业 造成的 等等的 因为什么中产阶级 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随着这个 这个富有啊 这个烘托呀 眼界打开 这个多余的时间也多了 肯定要 在政治上要求权力 共产党特别害怕 所以 每过一个阶段 共产党要杀掉一批 民营企业家的富有者 来维护他的专制同志啊 此外就是刚刚谈到的 这个内斗的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抢钱呢 因为你抓一个民营企业家 你就可以没收财产了 黄光瑜罚了死六个亿 没收了两个亿 这等八个亿影响 你要如果创造八个亿的效益 他干多少生产呢 搞多少生产活动 这很不容易 但是中共手里有权呢 有这个攻坚法司 政法委来控制 又有意识形态 先抓 然后再把你抹黑 随便话说 所以说 这个案件呢 也是胡温那个时代典型的一个 有关民营企业家 这个坐牢的案件啊 那么好在什么 就黄光瑜刚才讲到了 他的太太 他的妹妹 亲人 还有一些高管 依然存在 也就是说 黄光瑜这个入狱之后 这个中国这个形势 逐步就变了天了 有这个过去是 这个共青团派 共青团派大佬啊 这个 这个胡温时代 现在后来就变成 红二代时代了 虽然习近平因为 力度的原因 把薄熙来整下去了 但就思想体系来讲 他和薄熙来都是一样的 本质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肯定是 这个比较同情啊 从派系这个角度来讲 比较同情 这个黄光瑜了 这个所以黄光瑜既能减刑 又能假释 原因就在这里啊 那之所以 为什么给他 给他假释 2020年6月24号 北京一中院法院 根据刑法执行机关的 暴情 依法裁定 对黄光瑜给予假释了 那么假释的考验期 从既旨起到 2021年2月16日 一直 这里有如下几个原因 我猜测 一个是什么呢 反正也没有几个月了 再过一年半再就放了 那么 这个监狱呢 和这个法院啊 也是这个传统好 送个空 送一个顺遂人情 送完人情之后 你想 不用讲 你要如果给一个 没有钱的人 假释 没有用 你给一个亿万富豪 假释了 签个人情 即使你不敢直接 受贿 那么也是签一个人情 以后好办事 是不是啊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呢 还有一个 这个内斗的原因 刚才讲到 因为他派行那个年代 是什么 是胡温的年代 现在是 是习近平这个年代了 习近平这个年代 红二代对共情团派 那是反着呢 每天都在 这个 以这个反腐败 里面整肃 胡孙华 李克强 等等 这些团派到了 连这个胡锦涛 也是被 就冷落在一边 所以说 黄光玉这个案件 就带有什么 可以利用的价值 所以这个问题才发生 是不是啊 仔细想一想 就是这样 这个说明什么呢 你不论是什么 这个团派 习派 是奖派 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 就靠派系斗争 你不能解决腐败的问题 也不能解决 涉及到民营企业家的 一些 这个法律的问题 一些案子的问题 民营企业家的原罪的问题 这些问题解决都很难 只能靠这种 这个司法 这种不独立 带有内斗色彩 不断有民营企业产生 用物质诱惑来诱惑你 吸引你到这个生意场上 当你像肥猪一样 养子 标肥体壮 这个皮毛的正量的时候 质量度也高的时候 然后就咔嚓一身 就把你送到大牢里 财产给你抢光 你像波及来到了重庆包装 虚构了640个黑社会组织 你像彭志明 李强 李俊 这个范琪航 这个等等 一时想不起来这些名字 多着呢 民营企业家 一个个都倒下了 那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 抓捕了民营企业家 那更是 这个耸人听闻 一批接着一批 就吴小辉这个被没收了多少 多少亿啊 这个数字都是天文数字 其能是 其实这个黄光玉 就可以比你力量 所以黄光玉这次获得假释 本人认为啊 这个事件好事 从监狱出来 这个毕竟是 就获得了一些自由 但是不要忘了 只要是中共统治不变 民营企业家 这个从小监狱 你回到大监狱 同样笼罩在 中共这种 司法不独立 这个利剑 这个威胁之下 也就是说呢 这个要生存呢 这也是 未必能够如愿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今天看到网络 小弟讲的 黄光玉出来 自我一看 现在这十多年 这个已经 这个被监禁 不太适应 现在这个社会了 社会瞬息万变呢 你想现在马云马化腾 估计好多人 他不认识的 或者赶不上他人 像刘强东 很多人不如他的人 现在都如日中天了 真是今非昔比 这真是动众放弃日 世上一千年 出来一看 打开眼界 这刚开始挺高兴 可能再过的时间 也看到很多事情 感到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失望 为什么 这个社会 只要是不变革 一党执政这个制度 就民营企业家 永远不能有安全感 你财富越多 你越痛苦越紧张 又惶恐 这还不如的普通人 没有钱的话 也没有这些顾虑 所以说 单约 黄光瑜 能够就是 对于这个社会的认识 能有一个超越 如果没有超越 还是满足于 过去那种生活的话 我认为 这铁窗生涯就白做了 那么今天的 这个读报点评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